雅丽在知春路的一个盲人按摩店办了一张卡 然后呢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三号的老师傅 其实不老30岁左右 她是个来自甘肃的人 是店里最资深的一个技师了 手法特别重 哎呀疼脸你找的特别准 雅丽觉得自己每次按摩就跟在赎罪一样 她呢努力在忍受着 三号老师经常会问疼吗 还行吧 哎呦疼疼疼疼 但是啊他虽然说承认疼也默认啊 这意味着就是疼有用 哎或者说呢认输稍微轻一点 可是呢这三号老师啊往往会 依然的用同样的力度继续按 那就对了 酸吗 酸酸酸 酸还是疼 疼疼疼 不酸吗 也也酸 也酸 酸疼 嗯嗯嗯 酸疼酸疼 这一般啊就是他们每次按摩的时候 最典型的一种对话 每次按摩啊这三号老师都会说 太瘦了 嗯嗯 其实他啊雅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能说我一直都挺瘦的 三号老师傅呢也会问他一句 你多久回子老家呀 老家天气怎么样啊 老家都吃些什么呀 有没有兄弟姐妹呀 其实啊这个师傅啊特别会读这个气氛 一般刚上来啊都是聊的呢 话题呀这个也多也比较活跃 随着这个按摩的节奏啊 一般雅丽就会渐渐的开始犯困 话也慢慢的变少了 直到彻底睡过去 半个小时以后醒来啊 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三号老师每次都是在他的后背 咚咚咚拍三下 然后让他过去结账去 再喝点水 按了那么多次啊 三号老师一直保持着边界感 从没有让雅丽觉得啊 聊得怎么不愉快啊 或者隐私被冒犯啊什么的 约不上他的时候呢 就雅丽就根本不想去了 三号老师啊 经常说他说你脾胃不好 湿气太重了 这一元气一湿气啊 我估计反正我现在活这么大岁数了 没搞明白呢 然后呢一般啊 按摩要是做完了 他就会问一句 你赶时间吗 他这么问啊 雅丽呢经常就会留下来做个刮痧呀 拔个罐啊 要弄个挨揪啊 至于解没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知道 三号老师的建议啊 也比较有限 比如说你不能长时间保持同样一个姿势了 你不要熬夜了 要坚持吃午餐 早餐啦 这说的这个湿气重啊 就弄得雅丽觉得啊 自己啊有必要去看看中医了 于是呢 他找到了北京南四环外 有个中医 这中医啊 就让他躺下来 完了以后呢 就开始问 谈过几次恋爱呀 这怎么打 这已经有边界了 越了边界了 你当然了中医就觉得你这么瘦是吧 哪受伤啊 是不是 然后就开始啊 摁他的肚子 摁完了就说 你好像受了三次比较重的伤 雅丽啊 只好用一个比较万能的回答来回答 嗯 差不多吧 这个中医啊 然后就开始给他做针灸 就躺在一个特别简易的啊 跟那个盲人店那个按摩的那个床差不多 身后和右边啊 都是靠着那个墙 前边呢和左边呢 是窗那个就是那个帘子 上午十点多啊 阳光会透过这个窗帘照进来 屋子里呢 有很多其他的患者 都跟这个雅丽一样 都是拿那个帘子给隔起来的 给他扎了几根以后呢 这医生就走了 大概啊 过个十分钟 也有过个小时的啊 反正也说不定 反正就雅丽就觉得自己啊疼的呀 经常就看这床啊 我是不是要临终 我要死了呀 这床我就死在这床上啊 确实啊 他这个扎这个汁啊 他是一点准备都没做好 但是出于尊严呢 他觉得自己啊 怎么着也得忍吧 可是后面真忍不了了 于是发出了一种绝望的声音 希望医生啊赶紧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这中医啊 对这种身影啊 早就习惯了 麻木了 反正啊就是 要不就是走远了 根本没听见 过了挺久挺久的 才终于回来了 而医生的判断呢 是你的胃病 来源于你的焦虑 要想治的话啊 那至少得 几个月到半年吧 于是啊 雅丽一听啊 得了不 我还是找找 其他的中医吧 于是啊 他又数 找到其他的中医 但是其他的中医说呢 你没什么大问题啊 我给你调个一两周 就可以了 再一个 他这两个中医 都对这个恋爱的看法 是完全不同的 后来啊 还是他的一个同学 叫叶星雨的 说了一句 让雅丽那个悬的 什么湿气啊 元气啊 咣当放下了 说你啊 你的阳气 就可以抵消那个寒气 拜拜